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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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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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呀 你看我 今日这身打扮可光鲜 我穿着它去见门家阿兄可好啊 甚是好看 上次秦安王寿宴 我就穿的是这身 生生压过他月横 你可曾 得罪过月氏 我恨月横 命人绑了他 若不是兄长和门家阿兄及时赶到 那月横 早就凉头了 谁知 谁知门家阿兄从那日起 便不理君话了 那以你对月氏的了解 倘若你我二人遇险 小月后可会及时来救 阿兄你这么厉害 怎么可能遇险呢 阿兄 阿兄 不对 岳家军没有来 保乾安王也没有来 他们一个都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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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兄 你死了 你死了 老在十几年前的故事 你就死了 你死了 居然在校府内藏珠宝红商 这岳家分明欺人太甚 幸而有承家四娘子 将此事出破 以前还不觉 现在想想 若是能得个如此有仇报仇的少女权 实在过瘾 你死了 少主公 如你所料 小月侯与三公主何谋 也由文秀军上当 怂恿小钱安王 在封地私自驻毙 咱们暗中将消息告知了三皇子 他也果然大力引起 可惜圣上依旧打算稀释宁人 可当此事是妇人贪财勿事 不再深究了 擅自助毙本是死罪 但若此事牵扯三公主 文秀军小月侯 那圣上为了公平起见 只能轻拿轻放 大事滑销 这次我助老前安王儿女 逃脱死罪 也算是还了她 当年愿舍命救我舅父的恩情 圣上明知道以三公主的能力 不足以办出此事 却依旧不追查小月侯 咱们要是想动小月侯 只有让她犯下更大的过错 这小月侯划不留守 想她露出马脚可不容颜 那文秀军若是有她一半的脑子 前安王一脉也不至今日 她本就是靠着少主公才逃过一劫 却还不消停 你们瞧 今日她又暗中给她的儿子王龙送信 被我们劫下了 前安王族 怎堪此路 使我寿春 何能立足 判儿出章 以剿匪之功 崇利为名 缴得钱财 以资另救 真是蠢货 自己的父亲死得不明不白也不缺察 整日里就只制作这些贴补地利的蠢事 是 你们就将此行原封不动地送去王龙堆 再向山匪透过行 说圣上奖匪 不胜不贵 少主公是想让那王龙被欺 留着王淳父子这两个蠢货在场 迟早获顾 就让他们因为此事被罢官 也好过将来犯了大错 家族静灭的好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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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走 我走 你走 走 去吧 倘若真将这长秋宫的寿宴 交与你来操办 你这般毛毛躁躁 可操办得了啊 确 确实操办不了 陛下 绍商进宫学规矩不过粤鱼 诸实不懂 哪抵得上激通阿子 八面玲瓏 再说 绍商还要听陛下吩咐 日日留出心力 与林将军花钱月下 谈情说爱 哪抽得出空子 来置办皇后寿宴这般大事 陛下 你就不要难为受伤了 朕就知道你要推脱 明明是你自己知难而退 偏要把这些责任 推脱到朕的身上 好 背回寿宴哪 朕偏要 让你来操办 就不由得你啊 多清闲 户 王龙带人去剿匪 竟然全军被困了 子生 这该怎么办呀 我该如何向父皇秉明啊 王龙擅自带兵出城 私自行动 陛下知道后定然回大路 若想保住其性命 可令其父王淳辞官 陛下念及前阿王勤奋 也许会饶太明 可我这外辜负王将军 正直壮严 如何能致师啊 自成 要不然悄然带兵出征 解救王龙后归来 这样父皇便不会知晓了 殿下 擅自带兵出征 乃是欺君之罪 可王将军 毕竟恕我外辜负 殿下 你身为储君 圣上最不喜的便是 你与外戚走动过境 身为天子 可屈群臣 不可为群臣所屈 再者 那王淳本非将才 若非殿下为其谋得职位 他远不配领兵统将 殿下你将来即位 眼中所见 心中所想 不能只是一家一族 得是千家万户 为君者 不可任人为亲